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芒向早晨》的時間,錄的時間是2020年5月27日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澳洲真必時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事鎮的好,早晨 還有我家餐生,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不是分享,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 和旁邊的小鐘有新片會通知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部,三台沙拉器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齊控、易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是要講一下,明天就是這個反攬炒法 中國政府決定出大招的日子 究竟內容詳情是怎樣的呢?國安法等等的內容詳情是怎樣的呢? 但是呢,很多人晚中期待 黃人就想著,你最好越言越好,激一些人上來 他們應該這樣說,他們現在在那裡吹到會很嚴 總之是政府的親家,中國的親家全部都是這樣說的 想做起一個紅方,好像反修例事件那樣,把那些人推出來 一口氣幾個月,一路打到去九月,立法會選舉 讓他們35間大省這樣說 外國也都在等著,今天我看的那些Fox News,傳說 黎智英都上去,叫人擠取 香港,黃癡風那些,大家昨天都看到了 國際線都出來了 在這個踩鋼線的時候呢 我們提過最不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這件事說到很火上加入 很恐怖 這樣是碎了那幫人意的 是不是? 碎了這幫人意 但是很可惜 變相幫我們宣傳 就是他都這樣說 聽不聽得到? 所以很嚴重的 其實有些人 我根本不覺得他好心做壞事 覺得他真的沒有心思熟慮自己想過 還是為了安撫某一些最激烈的人呢? 那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都說過 這個比例代表就是資下 夠激的話就可能有一席了 是嗎? 是 那不論如何都好 我們說的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昨天 應該是香港昨天和我們前天 有一個節目 叫做時點31 就是港台那些節目 經常請人上去爭議 就已經做成幾次的什麼了 包括有先那一輪 陶傑、癡風 一幫人上去說 他這次請了一個羅冠聰 和李梓敬上去說 結果引起一些涅漪 就是什麼呢? 李梓敬先生 他也算是中堅 跳來跳去 由商界大田的愛徒 孫上愛徒 算是因為跟他抬過招 抬過招 就是當他徒弟 就選這個立法會議員 然後想去競逐這個區議員 又輸了 是選過的 還沒做過 是選過 選過 選過立法會議員 然後又選這個區議員 都不成功 現在又跳躁到葉劉那裡 就想 就是傳說他很想去選這個立法會議員 傳說 但是怎樣都好 他現在變成當紅KOL 大家都知道 他就想去和羅冠聰辯論 他辯論的時候 比較羅冠聰質 他一時之間說了一句說話 他激辯究竟 他們現在這個國安法 就是 反攬炒法 究竟害不害怕 李梓敬就說 我自己一點都不害怕 我這些奉公守法的人 什麼都沒有做過 什麼法例都不需要害怕 這句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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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事論事 他就說 雖然他自己在美國讀書 也都是幫過當地議員 眾議員做實習生 但是都沒有人說 他是勾結國際勢力 要指自己在內地工作都沒事 就是他 正如我們說 你走得正 躲得正是沒事的 然後指羅冠聰 他就應該要害怕 因為他勾結外國勢力 提出自決分裂國家 到現在都是對的 老實說 我都認為他們是 因為他們竟然叫人去制裁 香港 制裁中國 這些瘋的事情 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個人 然後他就說 當將來 將來 這件說話立法之後 我會第一個舉報羅冠聰 說羅冠聰勾結外國勢力和分裂國家 這句我覺得 喂 你根本氣沒有 是啊 這件事就是當日 在這個反修例事件那裏 令到很多人害怕的說話 你幫他講一講 是啊 因為當時他們的文宣 就是講到 有個豬肉佬 從旁邊不合聽 然後就說 你不聽我說 好 我打電話上去 哎呀那個人 叫過什麼 嫖過忌 做過教育者做過事 結果被人倒了上去 現在 李子敬先生 你講這些話 就會被對方小提大做 現在已經剪了出來 講這些話 好像羅冠聰剛剛在他的Facebook 都講了這些話 所以是會搞到很麻煩 現在是 就是 就是 與人口實 最不好的這件事 就是 就是說 明天才講法例的細節 今天就不要講這些話 因為可能細節會是 寬會是緊 已經有 他們這班人已經 在這裏煲了 就說 就說 將來會 將來會做一個秘密法庭 秘密法院 首先他們已經說 做個事 好像類似 CIA 那些機構 秘密抓你的人坐牢 然後 今天路透社已經又說 他們不會找外國法官審的 甚至有些港區人大 陳女士 他也是升級的 他竟然說 要自己有個國安法庭 說這些話 是一個大忌 雖則我只知道他是一篇同心 但是香港是一個 說說 其實這樣 就是中了他們計 我們以前都說過 不要跟人拍子氣模 如果是我 我就回答 等出了具體法律 怎樣做 就怎樣做 總之我們奉公手法就沒事 其實羅冠聰說李生是甚麼 說他以前美國助選 現在就變成衛兵 李生以前其實真的挺大牌的 他就跟這個 大家記得 克里 民主黨的克里 助選過的 都跟這個 民主黨的 Al Green 都是助選過做個建築室 那不要緊 他說得對 不要緊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錯事 他實習而已 我們都說 不分離甚麼顏色 甚麼政治取態 他都會為一份工作 或者為自己 將來打算 但是他現在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等於 如果他剪了這條片 那些黃人 就會這樣說 原來他是這樣的 我都說的 現在美國已經說定 才過了中得了 是吧 是 而羅冠聰也都是 游幸 羅冠聰也都是說了類似這樣的白痴說話 雙方你可以看一下 未登天子圍 才殺人到 你看羅冠聰說 將來只要制裁法過了 我第一件事會舉報你來制裁你 基本上他也是很希望將所有不和他政見一樣的人全部抵裁 根本是他簡直是不會有香港人的一個整體 只是會說你認不認同我 你不認同我 你不認同我 邏輯罪名 東廠 不過一個人 他們就想倚仗美國做東廠 那是這個意思 其實大家都是 真心說 大家都是殺紅了眼 殺紅了眼 但是大家要知道這樣做到香港是毫無好處 而且有些親家 我們說過有親家 就是這個 現在香港政府他們最大的親家 就是好像大田那些那些人 就是田蛇 他們手底那些人又蠢蠢欲動 自由黨黨魁 現在的 立法會仿織制衣介議員鍾國斌 就走去接受德國之聲訪問 這個那些是 反華反共的 有少少這樣的味道 德國之聲 就是等於有人去這個CBC 說話是一樣的 是不是 就是中國政府是打壓言論自由的 真的是 一樣的 那鍾國斌就走去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我都看過幾次 就是我們要監察這些人 李先生的前黨友 前黨魁 是他師父的朋友 你可以當是師叔 好兄弟 好兄弟 訪問 德國師聲就問他 喂你對這個 反腩炒法就是國安法 消息一出有什麼反應 他就說我很錯愕 我一早預期有這樣的可能 他們跟中央有緊密聯繫的人 就是點名譚耀宗 譚惠珠 都說過的 但是沒有人猜到這麼快 這樣說 商界是不是很 你在政界收到風聲 都感覺到其他人更加錯愕 當然了 我本身商界背景 和政治很多接觸 政治敏感 現在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 很重要的 這麼說 商界是否重新評估去留呢 這句話他就陰濕了 你講講 他就說一定是 每個人不同想法 第一 第一 是不是要 因為我們經常講的那條 廿什麼條 國安法之前一直不明朗 現在反而 切切實實做了 算不算有一個了斷呢 但是這個了段可能是不確定因素的 還有一直以來 六月份到現在 營商環境很差 我們講過了 會不會借這件事再去搞事呢 又迫我們關鋪呢 外國人不來呢 那怎麼做生意呢 所以 他就講過正面話的 其實這條法律 中國對本地的營商 是有幫助的 長遠的 長遠的 於是德國知青又問 短暫的太平長遠的代價 是不是一國兩制的原則 和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就受損呢 這樣說 那第二句就要考慮 就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就是國際商業環境或者社會 會怎麼看我們呢 單靠本土經濟是不行的 我們是向外形的開放型經濟體 如果有這條法律 外國會很大疑慮 對香港很大影響 不好意思 剛才我說 他講短期是有效 長期是有代價 其實他的意思 我更正一次 阿忠先生是講短期有效 長期是可能有些年齡 是的 他講來講去 就是說 說 是他的意見 講一次 是他的意見 不是我們 是鍾國斌的意見 就是說 好像新加坡那樣 都有國安法 條文還很難 你問我新加坡是不是很民主 很有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我不敢說是 很多人去投資 你也知道 其實商界很簡單 看看能否有商機 賺到錢就可以了 你看特斯拉都去中國那裡 那裡投資 蘋果三分一 生意都在中國 世界主要企業都在中國 有錢賺有人去 然後德國之聲再踩一腳 如果這件國安法這件事 現在極了中美惡鬥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取消了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你擔不擔心啊 這樣說 就是不停地撩他 那鍾國斌就說 我相信鍾江 就做了一些評估的 這麼高層次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歐美的反應 我都不知道的 這個精仔來的 這個當然是精仔 混了這麼久 不過他講來講去 就是他這件事很長 他就說 國安法有沒有影響 他就說公平一點說 全世界都有的了 美國都有了 但是為什麼中國不行呢 但是他就已經是說到 是 他說 有人跟他 最後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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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對國安法看得好化 哈哈哈哈 這個問題很陰實 是啊 他就這樣回答 我是看得好化的了 沒有能力改變任何事情 我說我理解中央 最理想的就是我們自己立法 然後就狂踩特區政府 就是說特區政府廢了 泛民又阻礙你了 中央有什麼好說呢 他講來講去 他都沒有說實 但是會怎樣 但是他 其實他最重要就是 頭那一段 和尾那一段 就是說萬一 他太辣 萬一他太辣 那就長遠很有影響 但是他有沒有說得明白 因為他商家佬要賺食 難道是殘利台嗎 但是他說的那些話 跟黃仁一樣 特區政府沒有本事沒有能力 沒有決心去做 沒有本事沒有能力 經常都是老超說的 是不是 不單止老超 黃仁也是這樣說 哦 那就是有削弱他的管治 那其實 唉 怎樣可以做得好呢 其實我還想提醒一件事 李先生如果有人問你這個問題 你要想一想 羅冠聰問大田的問題 是不是 那麼他就說 就是剛才 我們回歸回事點三十日 其實最後撕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挺有趣的 那麼他就說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先生 就是我們說的大條蛇 曾經叫特首落台 你覺得他是不是顛覆國家 那麼李先生就沒有正面回答 只是說自由黨都支持國安法 何況我不是自由黨 然後 後面那句 沒錯 前面那句 你不敢正面回答 如果選舉論壇 人家一定會去質疑 那麼我們暫時不知道他選不選的 他疑似是選的 但是他 他不應該說到那麼大 好像有國安法 他就可以亂 就是他可以說 立即舉報人 讓人家制裁 某個人這樣說 這種方法就是 就是令到鍾國斌這些有委入 人家問他 你怎麼看 短線沒有東西 他長線有東西 怎麼是有東西 你怎麼看 我看得很快的了 令到老潮都有委入 他們也是這樣說 真是糟糕 就是有時候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 他的政治光譜的人有多少票 是吧 就是你可能會贏到一個選舉 但是可能會禍了整件大事 我這樣看 當然 他現在還未正式講選 但是 我們一向都是技術分析 他有很多人來搞我們 但是我 都是技術分析 你要認真想一下這些問題 他到時怎麼質疑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屆選舉論壇 他自己都參選過 所以他都知道 我這樣看 你說到這麼大 是會令到對方有口疾 造成一個恐慌 而羅冠聰說到這麼口大 就是說 一過了 誰親中我弄死你 大哥 香港很多商人 每天走上去做事 是吧 兩邊走 兩邊走 商人吃四方飯 有些向北邊走多些 你都這樣玩舉報 就是變成 你們羅冠聰這些可以 又是拿絕雞無當令箭 我最記得黃之鋒那些 那時候已經在說了 我已經把這筆交給乾媽 看你們就死 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 李先生既然跟他說同一樣的事情 顯得你 變相幫助他的背處 是啊 不要這樣 好了 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